欢迎来到风行课堂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节 更装实用的这种买入形态 刚好也能用到当下的市场 一般像这种形态就买在大盘好的情况下 如果震当势不行 那么现在市场走得好 对不对 这段时间能用上这种形态 好那么点赞留言 感谢大家的助力 在这里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形态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第一点 就是说 这样的股票 它可以让你省心 你也不用天天追涨沙跌 这样的形态都是主力行为 有资金行为 你看看有没有符合您的 或者说 你要想去选 就选这样的事 来第一种 就是我们说的 助力成功 就底部构造 有资金流 蓄势 待发的 注意 什么叫蓄势 就是底部 什么头肩底啊 什么包括我们说的 圆弧底啊 等等等等 此题底 相提底 等等等等 蓄势 注意 资金流入 第二种 第二种 就是我们说的 脱离底部 即将 已经脱离底了 属于在拉伸当中的 就注底成功了 诶 注底成功的 那么第三一种 就是 已经 属于上升趋势的回调 就已经走牛了 就已经走牛了 可能长得很高了 也可以 好 我就给你先讲这三种 就是你可以去做 首先 我们举案例 举案例 来我们看 像这种 就属于上升趋势 对吧 你回调就可以上升 你包括你看 像这种 看到吗 看到吗 就这样子的 看到吗 这就叫脱离底 你看 次第 底 过 好 回调 可以继续上 对不对 这就脱离底的 我按理 你看像这个 大德比像这个股票 它已经拉得很高了 是吧 但是它只要不放量 资金就不出逃 不出逃就有机会 当然这个机会 看能不能打开上升空间 那么第三一种 像这种走势 看到吗 双底 次第 过顶 回调 这就是一个脱离底部 这叫住底 成功 脱离底 底已经出来了 对吧 这是拉升了 这就是底嘛 筹码沉淀了 对吧 好 那么还有一种 就是 你看像这种 是吧 已经 在这里脱离之后 已经开始拉升了 对吧 那么 像这个 就属于什么 叙事 像这个股票说是 注意 双底 次第 三角整理 等突破 这种 你要去旋骨的时候 关注 对吧 就这样的形态 懂了吧 那么 就是我刚才讲的 像这种 就为叙事 底部啊 虽然没有拉升 但是已经 在叙事了 对吧 那么刚才 那么上一支 对吧 你看这个 就已经脱离了 看到吧 已经脱离 这个时候参与 你看 底 对吧 底突破之后 你看 就调整的时候参与 对不对 这里就等再回调的时候参与 不要就追这个涨 包括这些 对吧 这一趟盘升的 因为说为什么呢 因为当前啊 第一 补涨的 你想一百九 包括 一些蓝筹白马 那既然要推注册制 我给你 既然推注册制 会不停的出消息 这蓝筹白马 每次出 底下这些行业龙头 它都会 三整两整 资金就瞄上了 对不对 首先业绩差的 要退市 业绩好呢 就要大涨呗 是不是 就这个道理 所以说 那么当前的市场 就这三种形态 你注意了 那么为什么说 我这样说呢 首先第一 当前市场是向上的 已经比较近三千七百点 那么有些个股 它资金并不是出逃 还会拉升 那么前段时间 前几天的高低切换 就低位的赶紧脱离 什么你像这些 三一啊万华 什么什么京东方 都在行业龙头 我上节课讲了 它会快速脱离底部 对吧 资金追跑 那么但是高位的 可能会出现分化 分化完了之后 会继续长 所以说 当市场走强的时候 那么一些好的股票 趋势会再次延伸 那么一些超跌的个股 会出现超跌 反弹 快速不涨 当然 我说的前期是市场 环境好 那无容置疑 我们认为市场 现在 就是机会 还是大于风险的 好好做就行 那么刚才我说这几个形态 这个老粉丝一听 他就知道 是吧 他就知道 这是个底 对吧 你去悬谷 是不是 你看老粉丝一听就知道 哇 这是个好悬谷方法 那么兴奋的 你听到这些课程 听到这些视频 不要滑过去 点个关注 看看我网期视频 好好学一学 认识的就是缘分 那么还有一些 你听我的课吧 你要系统的听 我跟你讲 你系统的听一听 对你又肯定是有帮助的 那么在这里 包括在座的各位粉丝 你听我一年的课了快 对吧 那么这里我会告诉你 什么样的股票可以做 什么样的股票不能做 对吧 那么什么样的股票 你慢慢做 肯定能挣到钱 什么的股票 你打平块 也能盈利 那么什么样的股票形态 你怎么做 他也不挣钱 对不对 好好去学 有人可能会问 你挣多少钱了 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就六年底 你这样几十个交易士 打完这一波 我们就翻倍了 那么你如果有的人不信 这个很正常 因为毕竟做财经主播 真正的高手你遇到的少 你可以来抖音 我每天开盘都在直播 这绝对不和你含糊的 四小时直播 让你看看这手法 有人可能是没见过 这是有情可原 毕竟你是真的 刚入股市 对吧 没见过 记住 水不润 无根之草 佛只度有缘之人 认识就是缘分 你不要有什么意见 你记住啊 好的东西就要分享 对不对 让大家都去提高 都去进步 都赚钱 都发财 那对不对 就可以了 也就是你那个专栏课 专栏课是核心技术 也就是你看收费 因为各大平台必须 你不给他整转 这个是吧 他不给流量嘛 对吧 在这有人不收 他不是不收 他是没达到那个标准 收费他是有条件的 你要达到一定的资质 懂了吧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加油赚钱 在我这学习的人 绝对都有一定质的提高 对吧 你看那些铁粉丝 跟着我屏我后面就学的 不用我给他说什么股票 已经开始盈利了 不用我去说 他已经都提高 有的最起码不亏损了 这就是阶段亏损 有的已经开始盈利 对吧 你像有的人天天盯盘 你说 我这今天开个玩笑 你瞅啥 瞎瞅 他都不知道怎么个事 还天天你盯啥盘 这不浪费时间吗 找高手学高手 自己快速变高手 是吧 所以说 这股市啊 也是一个学问 也是一门知识 你既然来了 就把它学好了 那么既然有些人 感觉不服气 你就会说 你到抖音直播间来 我教你怎么做 你到底看看水平 高低 号 风行雾海 每天九点半 下午一点 开盘就直播 晚上八点 都可以的 这个啊 欢迎大家 你别在下面留个言 哇 你光吹牛 不吹 不服来看 再一个 想当年 咱们给你打一招呼 来 想当年 在这里的时候 注意 对吧 就做 这就是 这个鼓叫叫四川路桥 三月十六日 三月十六号 你看那个微头条 我还编了一首诗 藏头诗 四月二十日 南风吹 对吧 穿水云山 独鸟随 对吧 路径莫问 风回转 桥头固然 迎军归 对吧 这就四川路桥的藏头诗 你三月十六号 那时候 在这一天 它是三月十八号启动 是由我们四块钱 跟进的 对吧 你看到这里出的 这是我们 今年开始打的这票 是吧 本次都知道吧 吹牛没用 谁占为王 所以说 那些黑粉 你 这也不能怪你们 你们可能真的没遇到 看那都是 都是都说完了 是吧 长完了再去说的人 我们都是说完再长的人 那才叫牛 长完了再说 那叫吹 好了 感谢大家 点赞留言 佛度有缘之人 好 谢谢大家